到阿里山巡回医疗 他忙着指导伤患复健 这一头有患者正在针灸 医生还贴心动用移动式 雷射针灸来加强 经由这一个耳朵附近的穴道 对他脑内的循环做一个改善 每个礼拜一次 卓医师深入阿里山州族部落看诊 至今已长达21年 卓医师一个礼拜来一次 我都比较方便 真的帮助很大 来几村受伤 帮我们做针灸复健 已经完全好了 这一次又是台风 骑车子在那个大桥摔了 再次来找卓医师看证 相信他的遗述之外 车程也省了大半的时间 他这么多年来 一直就是风雨无阻地来到山上 卓医师与世界展望会 巡回卫教时 就感受到山区医疗不足 92年起 他选定没有中医资源的 阿里山来及村服务 八八风载后 接手乐野部落巡回医疗 21年不曾间断 遇到落实阻断山区道路 他就开车绕小路上山 为了掌握路况 他总爱沿途为患者买早餐 与店家建立关系 留个电话 万一有什么机会通知 所以有些私人路线 综艺工会推动巡回医疗时 卓医师就担任召集人 目前已拓展三百多个据点 四五百名众医师投入 近年来他还到老人学研究所进修 学习研具医疗 人工智慧等新科技 希望提升偏向的众医照护 感谢卓医师的用心 有患者每个礼拜都送来 饮料或好吃的食物回馈 卓医师谦虚的说 他只是做好该做的事 PVBS新闻季健亨 嘉义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